好,别动,站住,别动 哎呀,来了呀 真漂亮,这些狗 咱们来的作园呢 又像龙鳞 所以在过去有种说法 叫做龟鳞鹤兽 这个竹子为什么不变种 只有等它变异以后 进行移栽,移栽才能称呼 这边呢,扬州仅有的几宗都在这边 都在这边,所以说它非常的珍贵 今年也是重新开辟起来的 原来这边有很多竹子 原来很多竹子,龟甲座 对,两个个再过去,两个个 所以呢,它的文人情节非常的重 这边有一个文竹子,人家不养着 人家一定要摔着 人家的影子有一大岛,生一大岛 但是这种书,有什么呢? 因谁之逐席路,说出的是扬州 大家走没有,我们看看这 这里有个文竹子啊 对,我觉得刚好 这道是收书,藏书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道书并不是原主人黄志明所见的 是由谁呢,收刚才在 咱们慢慢地走过来呢,会发现什么呢? 咱们慢慢地走过来呢,会发现什么呢? 咱们下面是越走越宽 像中国人的那种书想,希望自己路越走越宽 那么,掉下来走怎么办呢? 越走越长 那以前上了,越长了个八道 就是刚才走的时候,各位 那些大蚊下是必定的方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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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小蚊下是必定的方式化的 那些小蚊下是必定的方式化的 这个,张个大嘴巴的是吧? 对 然后还有呢,还有刚才咱们经过一只蛇 那边有只蛇 那边有只蛇 在最门口那边 刚刚经过的,在门口 这边呢,是一只羊头 那说什么呢? 鸡羊鸡羊鸡羊面块的就是吉祥的一个含义 我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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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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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